这个洞水要18了 给我搞几个吧 带壳18 多少钱 够了就那么多吧 够了 就多少钱就多少钱 17块 给我多一下吧 但是漏没多少 壳多这个 本地的壳少一点 本地的壳少一点啊 外面外面过来的壳后 江西内和江西内的壳 还是绍兴本地的好吃 拿这个拿很宝闷的 你看一下拿 那很饱满啊 那这个雪花牛肉多少钱啊 雪花牛肉65 啊 只有39块吃吗 39块啊 菜买好了 大家我是老田 买了一点那个雪花小牛肉 呃 非常嫩的 我们今天加几个这个本地的小冬笋一起烧 做一个这个冬笋鲜牛肉 呃 也是一道这个冬季食令菜啊 小孩子呢 吃点牛肉是好的啊 牛肉呢 我们先给它冲洗一下啊 这个冲洗好的牛肉 还给它处理一下啊 上面有这个膜呢 我们给它用包剃掉 这一条上呢 有点这个筋筋腦腦的 要给它弄掉 像这些东西呢 是嚼不动的啊 牛肉消耗以后呢 这个树冻里面 我们给它冻了10分钟 呃 这样好切一些啊 这个香肠打一根 香肠给它冲洗一下 这个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灌的 吃了一年了 这个冬笋呢 你别看它小啊 这个冬笋非常嫩的啊 再来吸一两颗这个大蒜 今天我们就烧两个实定家当小菜啊 一个是这个冬笋鲜牛肉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甜豆玉米 烧这个腊肠 这个甜豆现在比较贵 剥好的要45块钱一斤 这个是本地的这种小冬笋 非常鲜 加两个这个大蒜 牛肉呢 待会冻一下再切 好切一些啊 这个冬笋呢 老的根 我们先给它去掉 然后再给它切片 市场呢 现在也有大一点的这个冬笋 好像都是从外里运过来的 没有这种小冬笋 好吃啊 这个大蒜再斜刀给它切一下 腊肠我们再给它切一下啊 因为这个别的食材呢 都是丁 这个腊肠呢 我们也要给它切成这种丁状的 小孩子呢 喜欢吃 我们可以多切一点放在里面 这个牛肉呢 在冰箱里稍微冰一会就可以了啊 就是让它不要那么软和 好切就可以 这个牛肉呢 我们要逆撕 给它撕切断啊 切成这种薄片 感觉今天菜量都不是很多 我再捡个菠菜炒炒啊 我们先给它用水再多泡一会儿 锅里放一点菜油 油了以后呢 先把冬笋下去煸炒一下 这个新鲜的冬笋呢 我们一般都不焯水啊 直接炒就可以了 焯过水以后 它的这个鲜味就没有了 这个冬笋要给它多煸炒一会儿 它里面那个色味就煸出来了 然后这个冬笋里面高汤 我们给它加一点 没有的话 加水也可以的啊 盖上锅盖 给它烧个五分钟 差不多了啊 把大生的根部先放进去 再来少加点盐这个菜 别的什么都不用加了 开大火 把这个牛肉直接下去啊 这个看着一盘呢 放锅里一煮 它待会儿就缩掉就没多少了 再把剩下来的蒜叶放进去 这个牛肉下锅以后呢 不用时间太长 只要把牛肉变色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啊 油热 把这个腊肠直接倒在锅里面 小火给它煸一下 这个腊肠呢 不能变得太狠 煸出香味就可以了 如果炒太狠呢 它就会容易发黑 把青豆和玉米发进去 给它一起煸炒一下 然后少淋一点点水 再少加一丁点盐就可以了 来一些糖 加点胡椒粉 闻得就很香了 盖上锅盖 煮个三四分钟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啊 稍微淡一点点汤汁也可以的 出锅 锅里水开 先把这个菠菜下去烫一下 不用等水开了 烫到变色以后 我们就给它捞出来 控一下水 锅里油热呢 我们打入三个鸡蛋 把鸡蛋给它炒定型 放入焯水的这个菠菜 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开大火 给它翻炒一下 出锅 这个牛肉今天原汁洋味的 虽然这菜我都爱吃 那先给你整块牛肉尝尝 这个牛肉冬笋也是鲜的 买那种小冬笋 特别鲜的那种 冬笋看着好嫩哦 原汁洋味 加点高汤烧着 好吃 这个牛肉你再稍微烫一下 它一点都不老了 吃了那个牛肉的鲜味 这个里面是那个腊肠 你不是爱吃的吗 鸡米也是你爱吃的 放点甜豆 用勺子咬 咬那个腊肠 再一口来 好吃了 哇塞 这里来快来 这个太棒了啊 这个甜豆很好吃了里面 这里面腊肠特别好吃 这牛肉吃啊 牛肉不爽呢 牛肉不爽呢 嗯嗯 这个冬笋也好嫩 这个冬笋也好嫩 这德冬笋 这个冬笋也好嫩 这个冬笋很小的 很嫩 我不给它夹蛋不会吃了 它不会主动夹的 就这么一点干掉了啊 这个拌饭很好吃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